無線昨晚以綜藝節目《開心大綜藝》作為頭炮 KUNVIL TV在同時段舉行的最後一屆口罩小姐選舉總決賽 在節目開始之前的拜神儀式上 作為高層的曾志偉 對於對KUNVIL TV的節目充滿信心 只對家只有四點收視 只可以與J2台比較 節目的開始已經掀起高潮 一班藝人又唱又跳 之後還有辦夜玩節 主持六號銘突然表示 要播放疫情記者會 院校長、黃祖南等就扮教授高官 節目中還惡搞早派無線新聞進行直播的時候 有市民向鏡頭舉中指見爆粗 不單止今次還將姜濤擺上台 像無線的大門非常開放 歡迎對方現身 最後他們三個合唱竹君豪 表示向醫護人員致敬 之後在遊戲的環節 一眾藝人玩斬椅子 郭志豪玩得太過妄刑 整個人壓在麥美恩身上 一齊跌碼落地 麥美恩還因為這樣三樓都爆開 另外,朱神麗、劉佩玥和鄧佩儀 還以亞族身份表演跳舞 劉佩玥還在練舞的時候扭傷條頸 至於ViuTV的選美節目 嘉賓方面就略為上色 幸好賽事中有33歲最大年紀 兼雙位最勁有34師波霸阿姨徐 以性感泳衣上陣搶眼球並擁奪亞軍 這樣才拿回分數